墨西哥总统佩洛斯·奥夫拉多尔 于7月24日反驳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艾龙·马克思的评论 马斯克曾称 特斯拉已暂停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 并将在美国总统大选后 重新评估在墨西哥投资新的超级工厂 他这一说辞主要源于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·特朗普 在上周接受党内提名的演讲中表示 他的政府将对墨西哥生产的汽车 征收100%至200%的关税 使他们在美国卖不出去 总统奥夫拉多尔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 对马斯克的说法提出质疑 并将他和特朗普的言论归咎于 11月美国大选的激烈竞选言论 奥夫拉多尔说 他们在选举期间宣传过于夸大 不仅关于美国 而且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一旦选举结束 政府成立 事情就会改变 马斯克回应说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并对拉丁美洲国家生产的汽车 征收高额关税 投资墨西哥就没有意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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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适合 总的赞 适合